好 在下面作者层次鲜明的分两段 分别描述了历史和现在对伽利略的不同的看法 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二段描述的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 咱们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The old view of Galileo was delightfully and complicated 这个是个简单句 比较简单 咱们看看前面的old view of Galileo 可不能翻译成这个伽利略的老观点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过去对于伽利略的这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主要注意翻译 The view of Galileo不能翻译成伽利略的观点 是对于伽利略的这个观点 伽利略观点应该说Galileo's view 这是伽利略本人的观点 就像我对于局势的看法 对于什么的看法 把这放到off后面 我没有我的用鼠格放在前面吗 My view of the situation 表示我对于局势的看法 所以本文中说过去的 对于伽利略的看法 什么呢 是这个令人高兴的 不那么复杂 就在历史上对他的看法 是比较统一的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两个副词辩解 delightfully和delightedly 这是不一样的 delightfully表示令人高兴的 那么看法不复杂 我们是高兴的事啊 这个事令我们高兴 但delightedly表示感到高兴的 这个是事物特征 令人怎么样 这是人的感受 我们分别读一下 第一个 令人高兴的 delightfully 感到高兴的 delightedly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我们看看 用的场合 本文中 看法不复杂 令人高兴 但看下一句 I delightedly accepted the gift 我感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他送过礼物 我心情好 我感到高兴 如果这句话用 I delightfully accepted the gift 就是我接受礼物这个事 是令别人开心的 而本文中是表示 我开心 我感到开心地 用delightedly 这个用的是对的 这个做个辨析 第二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一看这个语法结构 He was above all a man 他首先是这么一个人 above all 可以看作分 只有这个插入语了 什么人呢 出现一大堆并列的 这个定义从事 你看一个who 两个who 三个who 四个who 最后两个中间加个连词 他首先是一个做实验的人 冒号表示解释 他为什么要去做实验呢 他解释了 他是一个鄙视 亚里士卓德学派的书本知识 还有那些偏见的人 Aristotelian 叫亚里士卓学派的人 他为什么做实验 那这个原因嘛 对不对 还有呢 who put his question to nature instead of to the ancients 他是一个像大自然 而不是像古人 去提问的一个人 这个instead of 后面是可以借词 加借词段于做并语的 instead of 后面不一定加名词 加借词段于做并语 也很常见 咱们一会儿会讲 并且暗暗的 最后两个变成之间 加个连词 并且怎么样 他是个勇敢地得出 他自己结论的这个人 好 这是一个 他是这样一个人 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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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回忆起了毛主席 在纪念白秋温这个文章中 写过一个类似的 什么人 什么人 我们看一下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虚位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一看说 a man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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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ho 这个结果 咱们先放在这儿 一会儿看看这怎么翻译 好 再回到这个句中 首先他是个做实验的人 后面加冒号解释 为什么做实验呢 who despise the prejudices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aristotelians 比如说 亚里说的学派的偏见 和书本知识 这个偏见 prejudice 可数不可数都可以 我表示偏见 这个抽象的含义是不可数的 如果表示具体的 哪些偏见就可数了 本文中比较强调具体的 这种偏见 那种偏见就可数了 表示抽象的偏见不可数 比如说咱们以前看过 说过简奥斯汀的名著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再比如说 看看后面借词搭配 prejudice against women 对于妇女的偏见 这后面借词注意 加against就好了 注意这是对于某人的偏见 后面注意借词搭配 be prejudiced against 表示对什么什么有偏见 它相当于be biased against 对什么什么有偏见 分别读一下形容词 prejudice biased 后面都是跟against搭配 但是biased 它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对某人偏心眼 叫做be biased in favor of 或者be biased towards或toward 这个借词搭配的名词是一样的 那么partiality 它的形容词是用partial 对某人偏心眼 be partial to 或be partial toward towards 都行 继承了名词的一个搭配 比如说老师对他偏心眼 还没考试 就给他写一百分 the teacher is partial to him 对他偏心眼 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偏见 咱们经常会用错的几个词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捋顺了就好了 好 并且往后看 它是一个鄙视 亚里斯罗德学派的偏见和书本知识人 这个亚里斯罗德是谁 另外他有什么偏见呢 咱们还是看看大致背景 埃里斯特特 亚里斯罗德 Greek philosopher and scientist 这个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 还有一位同时也是科学家 这个他的师爷是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师父是柏拉图 这师出三人一脉相承 这个他看来比他的师爷苏格拉底长得好看 我们看看他的大致介绍 有什么牛的地方呢 He shares with Plato and authorities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most famou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He is also the tuto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lexander the Great咱们见过 亚里斯特特大帝 在咱们第九课 这个阿尔弗里斯特大帝里面 那课书讲过 Shares表示有共同的有一样的 他和柏拉图就是他的老师 还有苏格拉底他的师爷 那么有一样的卓越的名声 Distinction可以表示圣名 大名 Distinction表示与众不同 在这表示卓越或者圣名 这个意思 什么呢 作为在古代哲学方面 最有名的大世纪的人物 他们三个被称为西方三贤 就是Socrates Plato 还有Aristotle 他同时也是当时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 他很厉害 你看He is the author of works on logic Metaphysics Ethics Natural Science Politics And Poetics 他是很多著作的作者 他的著作涵盖了像逻辑学 形而上学 叫Metaphysics Ethics 伦理学 还有自然科学 还有政治学 还有诗歌学 或者诗学 Poetics And he profoundly influenced Western thought 他深刻的影响了西方思想 这个profoundly 相当deeply 深深的 那么这个亚历斯洛德的偏见是什么呢 他们的偏见是什么呢 咱们大概看一下介绍 Aristotle proposed a finite spherical universe with the earth as a center 亚历斯洛德提出了一个 Propose是提出了 提出了一个有限的 圆球状的一个宇宙 有边界的 finite表示有限的 地球在宇宙的正中心 He also held that Heavy bodies fall faster than lighter ones 他同时还认为 这个held 就是我们说who的认为了 同时还认为重的东西 下降的速度 比轻的东西要快一些 这个后来被证明 几乎都是错的 但只有一个证明对了 就是他认为地球是圆的 这个是正确 后来几乎都被 其他的都被伽略略给推翻了 在我后看 下一个定义从事中出现一个 who put his question to nature instead of to the ancients put questions to 就向什么什么来提问 这个做固定搭配 记住就好了 他是一个像大自然 而不是像古人提问的人 有些人可能说 instead of后面 不得加名词吗 为什么加to the ancients呢 这个instead of后面 不加to有其意 你是跟前面那个 his questions搭配呢 还是nature搭配呢 跟哪个并列呢 对不对前面有名词 his questions 还有nature 那你研究的 the ancients是跟谁并列呢 就不知道了 加个to 我们知道是个nature并列 而不是像古人提问的人 这个 我们看个例子 咱们记住 借此短语可以说借此闭语 借此短语可以当借此闭语来用 比如说 he picked up the gun from behind the counter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了枪 你看from是借此 后面借此短语可以做他的闭语 借此短语可以做借此闭语 表示更加精确的这个位置 或者更加精确的方向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weather has been fine except in the north 那么天气呢 除了在北部地区之外呢 天气晴好 except in the north 你看借此短语做借此闭语 尤其我们这个instead of 经常可以后面跟借此闭语做闭语 比如说 借此短语做闭语 he studies in the evening instead of during the day 他是在晚上学习 而不是在这个白天 而不是instead of 后面跟他是 during the day 借此短语 说借此闭语 再比如说 more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towns and cities instead of in villages 那么越来越多人住在城镇里边 而不是住在农村 instead of 后面加借此短语做闭语 是可以的 经常见 并且他是个勇敢的得出结论的人 and who drew his conclusions relessly 无畏的勇敢的得出结论的人 有人说得出结论是好事 为什么还需要勇气呢 当时黑暗的中世纪还没有结束 神权王权的意义力量非常强大 要提出不符合教会的信仰的理论 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搞不好命就没了 就在伽利略 三十六岁那年 就公元一六零零年 他亲眼靠到自己的同胞 意大利物理学家 是Donald Bruno 就是布鲁诺 因为支持 日心说 结果被烧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敢于提出自己理论 去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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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毛主席刚才那句话 排笔句吗 翻译翻译 看怎么说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A man's ability may be great or small 人的能力大小 但是 If he has this spirit 只要他有这种精神 怎么样 He's a man who is noble-minded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Who is pure 是一个纯粹的人 Who is moral integrity 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在道德上很正直的人 Be of加名词 可以描述人的特征 然后人或事物的特征 他是个正式书面语 Who is above vulgar interest 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Be above 就别的高于他吗 脱离开他了吗 Vulgar是悲俗的 什么粗俗的 这么一个 And you end 连接几个并列的who 最后两个And的连接 他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Who is of value 讲到who is valuable 对吧 有益于人民的什么一个人 什么人 什么人 用了一大堆的拍笔句 拍笔句 好 咱们再看下一句话 看屏幕 He had been the first to turn a telescope to the sky And he had seen their evidence enough to overthrow Aristotle And Ptolemy together 他是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人 这个黄颜色的戴下滑线的西里斯 是后置女修士的first 第一个 把望远镜转向天空的人 望远镜是荷兰人发明的 但他一般在地上 什么看远处的风景 看远处的敌人 但家里人是第一个 把望远镜转向天空的人 这个 And 引出并列的句 并且他怎么样 他在那看到足够多的证据 怎么样 足以把亚里士德和托勒密 两个人同时推翻 一会儿我们会介绍 这两个人 这特别是没有介绍过的托勒密 Inam到居末 这是形容词段 以后制令于修士evidence Inam修士名词 一般是后制的 足以把这两个人 两个老权威同时推翻 我们先看看托勒密 亚里士德这个人介绍完了 看着看著著名的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Ptolemy 注意我们讲了 不要读Ptolemy的屁股发音 Ancient Greek Astronomer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同时是Mathematician 又是数学家 And Geographer 又是个地理学家 He based his astronomy on the belief that All heavenly bodies revolve around the earth 他把他的整个天文学 基于这么一个观念 什么呢 所有的天体 都是绕着地球在转 Heavenly就是天上的 天体绕着地球在转 His astronomical theories and explanations dominated scientific thought until the 16th century when Copernicus a Polish astronomer Astronomer Advanced the theory The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revolved around the sun Disputing the Polar Polamaic Astronomy Polamaic 有这么个背景 加利略使用万镜 证明了哥巴尼的这个理论 好 我们接着看介绍 加利略 还是介绍历史上 对他的看法 He was the man who climbed 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 And dragged various ways from the top Who rose balls down inclined planes And then generalized the results of his many experiments Into the famous law of free fall 他是这么一个人 后面还是出现一大堆的 Who who and等等等等 这一大堆的并列的定义从具修饰这个人 还是描述历史上对他的看法 他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爬上了比萨鞋塔 并行从塔顶往前扔不同的重物的人 并列的定义从具 他是一个从鞋面上往下滚球 并且根据他的很多实验结果 归纳出著名的自由路腿定律的这个人 后面这个generalize 是跟后面的intu答备 generalize a into b 把a归纳总结出b 这么一个理论 这个里面我们还是看看大致的这个背景 当然这里面这个weight 表示重物 如果表示重量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 这重物是可数的 我们看看leaning tower pizza 看看这大致介绍 leaning tower pizza 就比萨鞋塔 可不要跟那比萨饼搞回来 那个是p-i-z-z-a 那个反而要懂得pizza 但比萨是懂得pizza pizza 发音不一样 started in 1173 就是始建于1173年 the linen tower pizza in Italy is an example of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这个始建于1173年的这个比萨鞋塔 在意大利的比萨鞋塔 是一个罗马建筑的一个典范之作 Romanesque 是罗马的或罗马风格的 it is actually the bell tower of the cathedral of pizza 但就是比萨是大教堂的钟楼 这个capitual 咱们在第三次讲 叫大教堂 或主教教堂 那么这个加利略 可能有什么联系呢 这历史有这么传说了 Legend has said that Galileo once carried out experiments at the linen tower which show that the velocity of moving bodies of the same composition but of different weights do not atta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weights as Aristotle decreed but move with the same velocity Legend has a net 固定搭配 叫具传说 具传说 咱们还记得 我们在第28课 病人和医生讲过 具传说呢 加利略曾经在 这个斜塔之上 做过这个试验 这试验表明什么呢 这个运动物体的 这个velocity速度 这个就是成分相同 但是重量不同的 这个运动物体的速度 并没有和它们的重量 是达到了比例 同样的比例 就是物体越重 下降速度越快 就是如同 亚之德断言的那样 亚之德断言 他说物体越重 下降速度越快 但是他做试验证明 这是错的 而是以同样的速率 在运动 这个but不能反正但是 你们签过not吗 not but不是而是 不是按照它重量 这个比例在下降 而是以同样的速度来落底 这是把老权威给推翻了 同样加利略这个人 在做试验以前 就断言 这个两个成分相同的东西 重量不同 下降速度必然相同 为什么呢 他用逻辑就会证明 他是一个大石头 一个小石头 按照这个亚里士多德的 这个 他的所断言的 Decree D-E-R-C-R-E-E 就断言 按照他这个断言呢 那么大石头下降速度快 小石头下降速度慢 但是他说 如果把大石头和小石头 绑在一块怎么办呢 这个理论思想矛盾了 为什么 按你说大石头快 小石头慢 绑在一块呢 大石头 把小石头拖得快点 小石头和大石头 这个又拉得慢一点 应该速度借回两者之间 这么个速度 对吧 应该这是 是有道理的 但是大石头重量 加上小石头绑在一块呢 总重量又超过了大石头 按说速度 你会更快才对 所以你到底是更快 还是更慢呢 就矛盾了 非常聪明 试验证明 他的观点 确实是正确的 以上 谈到了这个 对伽利略 历史上 对伽利略的看法 这真是 Delightfully Uncomplicated 令人愉快的并不那么复杂 高大上的人物吗 历史的标杆吗 科技革命的先河吗 开创了先河的人吗 这是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 我们第二段 哥老师就看到这儿 停留待 个音乐 以前我们传奇数 就聋崇灰 发授 相谈 人